一九四几年的拖拉机 我们现在来朋友家的农场 是小时候就是在这里长大了 现在虽然已经搬走了 但这个农场他的爸妈还是保留了 然后你看这个农场是真的是很大一块地 这个地都是属于他们的 从入口到后面 然后他们养了石头牛 这个牛是去年10月份买的 然后今年就要卖掉了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草供他们长大 而且这个地方呢 不仅这个地上他们随便干什么都可以 因为这些地是属于他们 然后可以在这地上建的房屋啊 然后如果有别的小动物来到这个 farm上面你还可以 这个小你也可以怎么说 然后吃掉它 这是属于你的 这是新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叫 lifestyle house 去看看吧 去看看吧 哇 我都不喜欢 哦 哇 这是1952年 1954年 1954年的这个卡车 然后拖拉机 非常 非常老了 它是迪斯尔吧 哦迪斯尔 还有车 然后这个位置 你看它其实 有几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啊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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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它手动挡 这个是那个手动的挡位 forward 前进挡和后退挡 这个是离合器 这个就是离合器 然后如果 你怎么开始 我已经开始了 我已经开始了 所以 你按这个按钮 哦 然后把这个按钮 哦哦 OK 就把这个按钮 然后按这个按钮 就开始了 然后 在同时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是 速度 对 速度 对 这个是加油 或者是减速 哦 哦 它就走了 然后还有一个 breaker 简单 但是它是很难的 它是很重的 它是重的 太重了 没有力量 没有 没有 但是它是挺酷 很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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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轻轻轻轻轻 哇 哇 哇 这个农场有10亩地 所以但是它只养了石头牛 因为冬天已经没有足够的草 来去养这些牛了 然后你看到那个地方 它是一个自动的 喝水的地方 就是如果 要水管过去 所以他们自己修的 柵篮 这样的话呢 牛会赶到 把刘群赶到这个地方 然后上卡车 就很方便了 好 是 就 不要 不是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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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Oh God! You gotta lick it? Yeah I told you